人人唱颂 马祖慈悲 今天我们的祭会开始 请各位合掌进行花燕旅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行独宗圣 天上神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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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众生 离苦得乐 以目为师 善用其心 力行六度 行十大月 同修九族 任母归缘 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 妈祖慈悲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 妈祖网路大学堂 大家来学习 武士命理的一些知识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们因为有位同修来问 那个烧补财库金对补财库有用吗 所以我们一系列来分享如何来补财库 那顾问说补财库的方法 以天人地三才来讲 有三个方面 所谓对天 就是要先天的条件 去了解自己 上辈子所造的因 结果这辈子的果如何 人的富贵平坚 都来自于上辈子的决定的 那就是所谓的法性的自然力 接下来要有自我努力的功德力 自己可以努力 那个天就是法性自然力 天命 所谓的天命 先天的条件 接下来是人 人的去努力 后天的一个学习 非常地重要 你的学习以后 你的观念就变成很重要 你对于财富金钱的观念 你的观念正确吗 所以我顾问常常讲 观念决定一个人的格级 格级决定一个人的成就 观念很重要 所以一个人要去学习 改变自己的观念 才能改变自己的心态 对金钱的一种心态 财富的心态 那有心态才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行为就会变成习惯 你是有钱人的习惯 还是没有钱人的习惯 那最后再决定你的命运 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人 上一集我们分享天 这一集要分享人 我们如何来学习 在我们义德玛子同修会的 精进同修的精进班 我们也会培养六种能力 那今天固人要分享我们的补财库 去对于招财猛造能力如何增加我们的财印 让钱延远不断 很稳健的一来越多 让我们存着钱理财的能力增加 那钱费生钱 那我们妈祖的信徒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观念 那妈祖教我们如何去理财 那如何去创造财富 就是我们义德玛子同修会在分享大家的 当然这里面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命理 自己的个性 可是我们要懂得去管理 要能记账你钱花到哪里去了 你隔夜的收入 多少花在哪里去了 你有没有像猫头鹰有智慧去规划 你年轻到老 你的财务的规划系统 如何来成功住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补财库 这个想法就是做非是要就是要让自己经济自由 当然在企业界来讲 企业界来讲 企业就是成功住户路式的讲法 那我们有一期的成功住户的名言就是 金錢不是萬能 但是沒有錢 萬萬不能 大家一定要把它當成左右民 所以錢也是很重要 可是錢不是代表全部 不能當錢的如意 可是沒有錢 你什麼都不能做 要成仙成仇 要來拜媽祖 恐怕會很難 沒有錢 萬萬都不能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這個年生中當中 自己去學習 建立正確的金錢觀念 而且了解 怎麼樣才能住戶 左上戶友 所以媽祖也曾經在一次 我要前往演講的一個途中 在開始的時候 媽祖發露 他告訴我 希望提醒所有的信徒 拜媽祖都是有錢人 什麼是有錢人 就是不愁衣服 也就是說你不會為未來的 吃的 穿的 住的 在煩惱 還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就是有錢人 富有 就是經濟的自由 所以要了解住戶的途徑 怎麼會有財富 能經濟自由 還有如何去富有的一種理財 增加收入的一個計畫 所以我們要去經營自己 成功經營的 富裕人生的一個贏家 我們一定要會 所以我們一定要建立正確的金錢的觀念 消除一些無法互異的迷思 什麼是無法互異的迷思 爸爸媽媽沒錢 我就是一輩子 恐怕就沒有錢 這種想法是錯的 還有富有的人一定出生富裕的家庭 不對啊 對不對 如果你這種想法就不對了 那富有的人一定是出生名校 或者高協力 不一定啊 很多經濟自由 有錢人 不見得是有好的學校 畢業 高的協力 富有的人一定是出生健全完美的家庭 也不醉 不一定啊 連單親的人也都很富有 那富有的人就是和文嘛 這種觀念也不對嘛 富有的人一定在年輕的時候就要成功 不見得啊 那有人說富有的人一定要做壞事啊 要耍詐啊 這種觀念也不對啊 連正正派派的也可以富有啊 所以一個人沒有富有 常常就迷思觀念錯誤 每個人都可以成活啊 每個人都可以富有 所以馬祖講我們都是有錢人 要自己要有這樣的一種觀念 然後之後呢 心靈的毒藥 為什麼就妨害我們不會有錢 觀念錯誤嘛 觀念決定隔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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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那個成就 我們對金錢有一種負面的態度 以為金錢就是一種萬惡的來源 所以你們有錢就會變壞啊 所以金錢是害我們的 所以錢買不到幸福 這些都是錯誤的一種觀念 都是事事而非不是絕對 還有呢 我常年輕的時候常聽到 錢再賺個五啊 他就不重視錢啊 就亂花錢啊 認為錢就很容易去賺來了 那恐怕你也不會富有 所以觀念錯誤 現在你願意繁魚的 又不會夠的 負面是剌木維 牠子問 Sid nak 你會靠錢呢 他們也會いく 會不會拿大 importante 你也會看賺一個 甚至要找找 一個人不懂得 這是ு沃 是有一個人肉都會搬去 第四 心靈安詳 第五 超緩路盛 就是一定要這樣子去求 媽祖是訴求 可以訴苦給我們 可以求的 所以大家拜拜 不要客氣 每個人都可以補財庫 都來跟媽祖學習 如何得到財庫成功住戶 所以要賺更多的錢 理財理得很好 不要讓全人隨便的莫名其妙都不見了 除了三輩子的因果、業力以外 這一生我們一定要學習 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我們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要透過追求財富的目標 它是第二個 身體健康第二個經濟自由 所以我們要追求財富的目標 來改變我們生活中心的優先順序 所以它是排第二 除了身體健康以外 再來就是經濟自由 所以住戶首先要改變我們人生的目標 我們一定要追求身體健康 第二個經濟自由 第三個善言管節 所以我們住戶的這種觀念、意念很強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補財富變成很有錢 首先我們要了解要成功住戶 收入的來源有五種 一種是上班子 所謂上班子是為系統賺錢的人賣時間 為一個企業、為一個子豬幫他們來賺錢 然後我們賣時間賣給人 賣給這個組織、賣給這個系統 然後我們賣時間的叫上班族 朝九晚五 再來是油業 就開個小生意 努力 賣的是努力 投入的是努力、集時間 你時間越久 那就賺越多 就像開競爭車 你開久一點、努力一點 你錢收入可能會高一點 第三種是專家、專業的人士 他靠名氣、製作錢、專利錢 像律師、這些專家、醫師、醫生 都是專家 他越有名、他就越有錢 他有製作錢、講究有專利錢 這種專業人士 有人是賺這種錢 他的收入來源是這樣的 有人是企業家 靠系統 靠一個子豬為他賺錢 有靠了一些員工 就是一些上班族的人 來為他賺錢 就叫企業家 那第五是投資家 用錢來賺錢的人 靠錢來賺錢 所以我們錢的收入來源 領域有這五種 所以我們要學習 真的要學習 要學習如何賺錢 所以媽祖在媽祖信徒 圓滿人生的開悟一世間 所以我們要三筒經 第一筒經 就是要養身體的一種技能 技能就是賺錢的系統 就是今天我們要談的 所以我們要補財庫 要所精到我們男子怎麼努力 所以在五種期婚裡面 我們要分兩類 一種叫上班族自由類 我們當做A類 專家企業家投資會 算是B類 可是大家知道嗎 A類 上班族自由類的人口 佔了80% 他賺的錢 只能賺到所有的收入裡面的20% 只有20%的錢分給這80%的人口 上班族跟自由業 財富80%呢 錢就分配給 人口是只有佔20%的V類 就是專家、企業家、投資家 所以你成為專家、企業家、投資家 用這種方式來賺錢 你遠遠大於上班族跟自由業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自己的生涯規劃當中 讓自己成為V類 成為一個專家 或是靠一群人 靠一個組織 靠一個系統來賺錢給你 就是企業家 靠人來賺錢給你 然後另外靠錢賺錢再投出家 所以你一定要成為V類的人 所以我們要補財庫 就要自己要去學習 在另外一方面 就只要增加成為專業、人事、專家 成為企業家管理的能力 經營的能力 要成為企業家 再來就是理財、錢賺錢、投資家 你一定要成為這樣 所以成功支付的人 一個成功的作為的人士 他要有6Q 所謂PQ就是身體要好 IQ、智商要好 EQ、情緒要好 FQ就是財富智商 財富這個能力要好 所以今天要補財庫 要學習如何補財庫 我們當一個媽祖信徒 不是只有煉經 要從煉經當中去學習 經典上也有教我們 要如何去學習 所以媽祖信徒的 圓滿年生的開悟與時間 顧問就講了 首先低統金 養生的技能 你要先賺到錢 先要賺 錢才能養生 對不對 HQ就是你的習慣要好 HQ就是靈性的品質 所以6Q非常重要 關於宗教追求靈性 靈性裡面要高 你一定的財富能力 習慣都HQ都要很好 所以財富的智商 它包括了創造財富的能力 你如何成為V列的人 還有你如何使用財 管理財還有分享 媽祖講的 要有慈悲心 要有菩薩心 要能布施 對不對 財師才能得富貴 這個觀念要有 要有 所以專家教我們 現在人為什麼會沒錢 如果你要補財庫增加財運 讓錢不會跑掉 一定要協會記帳 記帳當中 你一定要有一手規劃 有這個7個帳戶 有說7個帳戶 你一個月不管什麼收入 總收入 不管你什麼收入 你的收入10% 要換在退休基金 只禁不吃 等退休的時候 不工作的時候 我們才來想用這個帳號 所以要有錢 要把財庫補好 第二個觀念 你要個永久財富 10%只禁不吃 當你退休 當你退休的時候才用 再怎麼樣 狀況之外 都不會去領這個錢 第二個 要生活保障 因為我們有時候 會突然間沒人工作 狀況 比如說 前幾年就是疫災 新冠會員 突然間工作收入少了 我們做生意也突然間少了 都要保障 所以你要收入的10% 存在一個帳戶 叫生活保障 你可以加入保險 或者換在一個帳戶 你意外保險用的 你這裡面的錢要存到多少 存到1年12個月 等於說你一個12月1年當中沒有收入 你還可以活 你還可以動用這個錢 所以你存了1年 是半年 因為半年找個工作應該找得到 對不對 那要像顧問值比較保守 你等一下 我還會用那幾年 就一直存存存存到有兩年 就等於說我兩年內沒有收入 我這個錢可以用 還有開始沒有多少錢 我就交保險 另外這幾年 還有第三個帳戶 叫享受快樂的帳戶 所以要提5%到10% 看你的能力 最少要提5% 那當然以後手頭寬一點 你可以換10% 那就是來回饋這個社會 快樂帳戶重點為快樂自貶 所以每個月至少從5%到10% 都去拿去監獻做善事 那享樂就看電影 或者買一些漂亮的衣服 來享受比較奢侈一點來獎賞自己 所以不可以高於10% 不可以少於5% 我們能活著才有快樂 才有意義 所以這個拿捏是看你自己 那絕對不可以超過10% 像我在監獻都監到10% 不會超過10% 要拿捏 不要笨笨的去借錢來監獻監錢 不對的 不對的 才師也要有智慧 所以享受快樂的帳號 那學習成長 我們要成長 學習成長 學習成長能力 上課 充數自己 買書來看 上課的一些 需要有錢的一個聽人演講 要投資自己 買iPad來上課 上網對不對 學的時候就是獄賭雜誌 上課 訂報紙 買書 要花5%以上 所以顧問年輕的時候 至少花5% 收入5%去上課 累積那個錢以後再上個很貴的課 很有價值 所以你一定要拿5% 然後還要拿個10%拿出來 定期定額投資 買股票 學習投資 因為賠了沒關係 賠了只是每個月的10% 所以可以試試看看投資股票 這些扣掉10%、10%、5%、5%、10%都40%的 最少是40%的 剩下60%就是我們要來花錢 就是你可以花的錢 如果花的不夠 你自己要節省 可見你太奢侈了 所以理財很重要是 我要存40%下來 永久財務、生活保障、享受快樂、學習、成長、投資 把它全部扣除以後 剩下的錢我來過生活 不夠不夠 不可以去借 就是想辦法減少開支 如果說你開支了還有剩餘 這個錢就可以存下來了 那你要準備購注財產 累積這個租產債戶 要等費用花了 有剩 我們要累下來 累積下來 累積下來 這樣子 這個叫七大賬戶 所以當然最重要的 增加財源 你的財路收入更多 最重要對不對 自然你經過這樣子 你一定成功致富 你一定把財庫補得很好 財就是淨財 庫就是存錢 理財 你就是一個招財盲 理財高手 賺錢高手 你的第一桶金很快就會擁有 第二個桶金 快樂一生的廟道 你協會就是廟道 你就快快樂樂樂樂不會為情煩惱 那你就可以開始修行超緩入聖 使後保證 入聖道的一種保證 就容易成為一個媽祖 顧問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們藝德媽祖同修會精進同修 在學習招財門的能力 六種能力 贊話能力 跟各位裡面的某一部分的課程跟各位分享 人要去努力 自我努力的功德力 當然最重要 你的帳戶裡面有一個快樂的帳戶 他自己 pension difili過去 祝人為快樂資本 從最終悠戶 settingsaja 會賺錢 饱延致 才能得富貴 那當然還經濺信任會懂得理財 會懂得投資自己 成長的一個帳戶 最少要5% 到10% 成長的倉庫 自己要成長 要進步 要讀書 贊客 你這邊沒有投資自己 你怎麼可以有能力轉換到V類的 變成專業人士 靠名氣賺錢 靠專利錢 製作錢賺錢 轉換成企業家 學管理 轉換成錢賺錢 理財 投資家要學習 所以我們要投資5% 10%以上去學習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今天我們要學習如何補財庫 後天你的學習要學習7個帳戶的管理 把自己轉換成V類 成為專業企業家 還有投資家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請大家合掌 恭請媽祖 南無天上聖母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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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天上圣母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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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祖慈悲 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妈祖网络大学堂 大家来学习拜妈祖 妈祖圣道的一些知识尝试 我们正在分享平安乎 护身乎的一种作用 在妈祖信仰中的半年的一种角色作用 分享到信解行政的诀 我们要去了解其中的一种道理 才能进入所谓的正信 正信信徒一定要懂得逻辑道理 法门 经典所讲的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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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由叫理解 要解 就了解跟理解 这一种道理解 护身乎 平安乎 平安乎 平安项链 我们都会戴着 我们一定要懂得一些知识 我们在《妈祖天上圣母经》 朝天宫版就会得到一个信息 《妈祖》因为归井得虎 所以我天上圣母经都会讲到这个 归井得虎 那个井就很深 大家会深境地深入地研究探讨 那看到井里面都看到水面 平静静的 就硬叶 水叶 佛教讲 这硬叶就看到自己了 明心见性的 那归井得虎 妈祖的得到可以 虎禄 化虎 就用大神通来救护舟 来救助我们 人海茫茫周遇的苦难者 他这个厨房普渡 因为归井得虎 用大神通 这个虎非常重要 在妈祖的信仰 每个庙一定有福禄 那像北港曹天宫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千岁间 很多阿嬷 加起来几千岁了 做出来那个香火 从小我们就带这个 北港曹天宫的香火 这是平安湖 护身湖 就是妈祖来保佑我们平安 那就是一个平安湖给你 所以我们说它好像是皈依症 所有宗教都有皈依 那妈祖的信仰没有皈依 那就是你有带这个福 那个象征 妈祖的一个像 像可以显示是他 你就信奉他 那个信物 所以这个福 在北港曹天宫 有这个香火 千岁间这个红色的 北港曹天宫的一个香火 这里面用纸张 有个交符纸张 弄成八卦放在里面 有北港曹天宫的名号 就是北港曹天宫这个争团做的 就是北港曹天宫这个争团做的 那妈祖教的方法做的 这些老阿嬷非常乐心在这边做出来 用他们的爱心 那妈祖来保佑 他的弟子 那是妈祖的孩子 他用这个 这个就是 不跟妈祖的孩子 那用这个 你就是皈依他 就是皈依三宝 所以要先修三宝和华生 这是皈依 所以我们带着他的香火 还有一些 把它变成平安项链 他有北港曹天宫的一个像 后面那佳娃湖 他的湖路 也可以 北港除了这种 香火的护生湖 平安湖以外 还有小湖 大湖 好大的一丈 柄子的像 还有将军 有各种的福禄 每个庙都有 他给他的信徒 主地人 来 当做信物 来护佑他 就是他皈依这个神團 皈依这个庙 皈依这个神 就是他是三皈依 他有他的邏輯道理 他的儀軌 首先你要取得任何的福 你一定要媽祖同意 這個福的主神 這半杯 他引起 一杯 兩杯 三杯 你自己可以感受到 媽祖是不是要賜給你 媽祖同意 所以可以有一個富生湖來保佑你要派個將軍在你旁邊 所以好像在一個富生湖晚上 媽祖派了一個護衛將軍在你旁邊 然後在一個廟裡就會看到他 二十四小時護著你 媽祖同意 他有完了以後呢 得到的富生湖以後 要這個廟做出來的 上面有你這個主神的名號 北港朝天公 媽子 天上聖母 一個名號 然後還要去過爐 這是一個華 有活同同義 哪有華 生團做出來的 他來代替媽子的花放 所以他這個效用就過一三把 活華生就爐華了 所以你這樣啟德就正確了 有人就會問說 那如果不是自己來拔杯 我可不可以替親友來拔杯 當然可以 小時候我們很小 我們還處職 幼稚園 阿嬤就給我們帶薑火 我們哪有辦法去拔杯 那一定是親友我們的長輩去拜媽祖 跟媽祖求一個相互 阿嬤這個孩子給你做客人 阿嬤做你一個行為給我們文台 文孫 保佑他平安 阿嬤說要拔杯 阿嬤說OK 對不對 一定要拔杯 這樣還不夠啊 護身符還沒有辦法保佑他 對不對 還要注意什麼事項 你要做什麼做什麼 不能進水 不能去游泳 什麼 每個人命格 先天命格不一樣 媽祖會告訴我們 你一定要問清楚 那如果說OK 那代表媽祖說你當棄子 這個小兒子當棄子 然後就是個歸醫症 類似歸醫症 對不對 就放在旁邊保佑著他 這個小兒子 你要看他先天的命盤 我就說這個小兒子會有意外 容易卡陰 容易送一個高鐵 趕快去那一小媽子當兒子 怎麼要帶香火啊 我就看到命盤 對不對 有意外 很小時候會有意外 你趕快去求媽祖 你一定要媽祖同意 對不對 他有把握保佑你 神經有時候難抵惡力 所以一定要神同意 所以一定要神同意 然後一定有每個廟一定有的方法 長輩工作同年都會教你 繞三千 一般都是這樣子 要加持 然後帶著 然後開始透過旁邊的一個工作同年 有經驗的老師 紅這個髮的老師 向顧問跟你分享 你這個香火帶著 不可以隨便讓人家噴了 因為他是有能量的 有那個靈力的 他在保佑你 就擺佑你的磁場 你就帶著 放在你的心臟 掛在裡面 像我們平安項鍊 護身符 在掛著 放在心臟這裡 那個能量最強 所以我們都是 現在用平安項鍊 對不對 就帶著 上面有媽祖的交話符 有媽祖的神像 還可以 還可以 帶這個項鍊 護身符平安項鍊 你親其莫相 無感而不通 你又帶著 跟你的心的能量 會很融合 會真的幫助你 所以你看它有幾個規則 方法你要懂 不可以隨便讓人家碰 它可以拿那個鏈紙 帶紙 你不可以直接讓它碰 你那個 平安府 護身符那個 主體 那個主體 碰它能量 就消別臉消失 帶走 所以有人說 那我是帶別臉的項鍊 對啊 你的護身符是 媽祖水給他 要保護他的 你把他的將金帶過來 除非媽祖同意 他同意把將金讓給你 那是比較特別的狀況 像顧問呢 就是在分享 你這個好危險 趕快戴平安項鍊 可是現在身上沒有平安項鍊 沒有護身符 如果要抽籤媽祖說 叫我身上的護身符 平安符送給他 趕快給他戴上 那因為媽祖有拔杯 叫我送給他 那的確咧 真的後來產生奇蹟 就是 在信捷行政政的時候 我才跟各位分享這個故事 所以你不能讓人家碰 夫妻也不可以碰 因為這個是針對你的儲藏能量的 到驗證的時候會講 我會叫你如何去實證這種事情 這樣你要了解 遊戲規則 然後呢 你每人呢 要回恩廟 恩來的恩 也加參對水 水源的岩 你這個平安符是從哪裡來的 哪一個神給你的 你要回去 當初你過爐 那個主廟 那個恩廟 恩來的恩 也是水源的恩 去過爐 去加持 因為附身符 平安符 平安符 平安香煉 是你隨身攜帶的 但是媽祖派將軍 護幼在女左右 就像阿兵哥派出去了 他一年了也要給他放房 給他休息一下 補充冰涼 補充冰演 所以外島的阿兵哥 每一年要放房 才有那個戰力 新的科技 新的武器 對不對 才能跟人家打仗 回到主廟 充電 所以我們要 為什麼媽祖有婚姻出去 要回來掛黑 我們那個平安符 符符符 平安香煉 你要靈力消失 一年趕快回來 什麼 補充靈力 所以媽祖有回娘家 也用洗屎 所以每一年 最少每一年 你要回娘家 回到恩廟子廟 過爐 你的靈力才不會消失 不然慢慢消失 除非 有特別 當初你要要那個項鍊的時候 要這個婚姻虎有特別 因為 你要派出外島 去當兵 能不能回來 不知道 那你去求他 媽祖OK 那你這個項鍊 一年十個月 退伍以後 你再來過爐 可以啊 那有些馬來西亞的朋友 回來 非常虔誠 你在祈求的時候 你跟媽祖講 我在馬來西亞 恐怕沒有辦法 每一年回來過爐 那請媽祖能保佑 我只要有回來台灣 我一定會回來過爐 你把你特別需求跟他講 因為你經過困難 媽媽會同意的啊 可是你要真誠啊 虔誠啊 虔誠啊 你不要拖懶啊 對 我回到台灣 有機會 我一定會來加持 不會拖懶不回來 就是你的虔誠 媽祖OK 寶貝OK 沒有問題 你是現在跟他延命啊 你沒有延命 沒有說清楚 然後我們的起始 美連 就是 活化生 也就是 老師 有經驗的 長輩告訴我的 一定要去加持 然後很重要的一點 有人說 他沒有回子廟 其他的媽子廟 可不可以過爐啊 那棍堂講 一定要主神信仰 要不然你過完爐 增加兵演 到底是哪一個省在保佑你啊 對不對 所以你到每個廟 你一冒就把他過爐 那請問呢 將來是誰要保佑你啊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是你的N廟 那你要其他的廟 如果有共享 北港朝天宮的那個廟 媽祖 就是北港媽祖 你就可以在那個廟過爐啊 因為你會去拜到 媽祖朝天宮的啊 他跟你補充啊 你去招的兵的時候 就是北港朝天宮的兵啊 他阿兵哥都很合龍啊 對不對 很合龍啊 就融合的存在一起啊 這媽祖 北港媽祖是你的主神啊 所以你這個虎 就是歸一 三歸一 你歸一哪一個神啊 歸一哪一個佛啊 他的力量才會強啊 他的華就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原則 就是這個華 這個華 所以耶 他就有所禁忌的 你不要隨便讓過爐啊 另外耶 你帶著平安壺 這是媽祖 你身上有媽祖的兵將 有媽祖啊 你不可以隨便賺啊 你是北港人 你只能賺北港的 朝天宮的神明啊 這樣我們朝天宮 我們只能拜我們 朝天宮的一個神的教主 我們可以跪 主神娘娘你都跪 可以可以賺 都沒有問題 虎爺你都沒有問題 你不可以去賺別人啊 你不可以去賺別人的教主啊 你不可以帶著媽祖的相簾去賺 你那個能力都不見啊 因為你沒有恭敬三寶 沒有恭敬你的活 你的華就是這個復生壺啊 你沒有恭敬啊 不要恭敬啊 所以戴著平衡符不可以隨便去鑽別的神的教職 我們只能拜 他說你要了解 你戴著一定要共進三寶 要共進這個符 那你戴著 你也不可以出那種不當的場所 做不當的事 你那個符上面的兵將神明 跑光 跑光了 他會警告你 你還是不聽 你還硬要去那種不乾淨的地方 那他就不見了 他就不見了 因為我們會傷害到對方 不然對方會傷害到我們 所以我們要懂 所以歸一三寶就好像歸一正一樣 你是一個佛教徒 你要佛教徒的一個魔幻 要按照親愛 然後咪哲音 要由媽媽負那種慈悲心 那個儀化 立肢做別仁的榜樣 讓我們的母親 以我們為榮 那個符 靈力才會很強 那今天 蓋列說明了 護身符 平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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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phones 學生我們戴的 該注意的色相 那車子上戴的是 類似 車子像一個人一樣 所以平安項鍊附身舞的車子帶了一臉一樣要換一次 你要恭敬他 跟他聊聊天 因為你沒有學史二十腳趾在你身邊 你要開車道你跟他祷告 開車前跟他祷告一下 將軍護衛平平安安 不要塞車 不要氣候不好 你都可以祷告 這祷告媽祖 因為將軍會轉送 轉送回去祖廟來保佑你的 你也要很堅誠要小心 你那個心要跟他互動 要有儲備心 所以大家要懂 所以你的心要跟媽祖的心相應 恭敬三寶信仰三寶 你的心就是媽祖 媽祖就是你 他如影隨形就在你身邊 當一個盡性男女 乾淨 沒有 身口意液 沒有換世界 行事戰的一個信徒 你的護身符非常有用 不只可以保護你 不只可以保護你 還可以保護所有的人 以上也是今天顧問 分享 平安婚的信解行政 關於解 你了解了 你才是正信 你就是正信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祝悲 YDM智慧禪 寬容 尊重 寬容 尊重 人之間的寬容 來自於彼此的互相理解 人與人之間的尊重 在於肯定對方 在於肯定對方一切作為 媽祖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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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特別要懂得寬容 特別要懂得寬容 尊重 媽祖說 人與人之間的寬容 是來自於彼此的 互相的理解 那人與人之間的尊重 在於肯定對方的一切作為 那這個禪禹園 顧問的感想 是這樣子的 每次有人來諮詢命理 我看他的一個姓名寫 還有祖威斗師的一個心情的組合 發現這個人的個性就是金碰金 金就是很硬 那金碰金就叫格格不入 所以跟人相處會有格格不入 或是金一道佛 就有不穩定戰爭衝突的一種真相 那顧就會這樣來教導他 我會拿起一本黃色的書籍 後面封底是黃色的 然後打開 然後立大前面說 你看看這本書是怎麼顏色的 那大部分人都會直接很坦率的說 是黃色的啊 那顧問說你再看詳細一點 他說黃色的啊 那顧問說不對 那顧問說不對 這本書明明是白色的 你為什麼說它是黃色的 你為什麼說它是黃色的 他就一點點訝異了 回答我 開始 情緒表現在臉上 馬上有種不高興的感覺 明明是黃色的啊 我就把那個詩勒 翻過來給他看 我的意思是讓他明白 顧問看的是內頁 你看的是後面後面後面 所以後面是黃色的 可是內頁呢 是白色的白底黑字 你看的角度不同 所以你堅持你的 你經就是很硬 你很堅持自己的意見 我會堅持我的意見 我們彼此間就開始衝突來了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子 吼氣來了 脾氣來了 這吼勁就不穩定 就打架打起來了 衝突就起來了 從格格不入呢 堅持己見 就變成衝突了 所以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 要懂得寬容跟尊重 那寬容就是 能包容對方的意見 能量解對方的一個行為 觀念跟想法 那最重要的決定關鍵在哪裡 就是要協會 互相去理解對方 立場的不同 角度的不同 所以要能理解對方 要彼此的理解 人家要彼此懂得尊重 那什麼叫尊重呢 尊重是肯定對方的一切 它永遠是對的 我說你尊重一個人 就是你必須從打心裡 就要有一個觀念 有一種看法 它永遠是對的 它講的話永遠都是對的 它做的行為永遠都是對的 那才叫尊重 所以你可以站到對方的立場 以對方的立場來考量 能去理解它 它跟你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行為 不同的主張 不同的立場 你能理解 然後你能肯定對方 它永遠是對的 尊重 那這時候 人與人之間 就沒有所謂的衝突了 所以在聯繫關係 有兩個 我們一起寫的功夫 第一個是 控制自己的態度跟情緒 我跟常常提到 這四個節奏 當年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有衝突的時候 一發生 讓自己的情緒不好 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第一個 你要保持那一種 關心感性氣的那種態度 你要關心這些事情 很刺激喔 很有趣喔 他為什麼看我跟我不一樣 那為什麼有這種行為 不禮貌 對我不禮貌的行為 你開始關心感性氣 第二個節奏 就是開始去 了解 理解對方 那就是打聽啊 然後去詢問啊 那為什麼對我的態度之上 為什麼會講這個計畫 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去打聽啊 去問問題啊 去了解啊 去理解對方 那要進行了解跟理解 第三個節奏就是尊重他 尊重他永遠是對的 所以當我們理解的時候 你去理解就是寬容的 他的態度、他的言辭、行為 我們都能接受 然後去了解 去探聽、打聽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第三個節奏接著就是 尊重他永遠是對的 那肯定對方 尊重就是肯定對方 肯定對方 那最後的節奏就是幫助他 我們彼此的情緒 能改善、能緩和 不要格格不入、不要衝突 所以我們對自己的情緒、態度的控制 人與人之間 那種態度、情緒 整個的掌控 要有這四個節奏 我們做得好 今天的禪音 馬主都講到了 對當我們與人之間 不常時會提到 這一句 我們要考慮 我們要去教慮 能夠嚴重 隔隔不入,金碰金,隔隔不入 金一到火,火金不肯定打起架來了,衝突就來了 那要像水一樣,能寬容 海納百川,就是馬子信仰的信徒 應該具備了一個飼養,海納百川 低聲眼裡,因為海的水平面最低 所有的百川,所有的河流都會最後流到海的懷抱 能容納所有人的意見,有對潛意 這是最適當,最適宜的判斷 這才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 在於能尊重對方,能包容對方 能理解對方 所以寬容尊重,非常重要 感恩馬祖的教會 謝謝大家,馬祖慈悲 謝謝大家 接下來進行的性命雙修 身心並練的道工的練習 那我們可以聆聽這個音樂 你可以盡心的靜奏下來 閉起眼睛一起來送樂 或是站起來 跟著以木耳所做的動作 一起來擺一趟導引工 清淨見活到工廠 請各位閉眼後視起禮 此行度眾生 離苦而獨樂 俘路受臨門 天上聖母 難無慾德媽祖 難無觀音菩薩 難無阿彌陀佛 整個地方 漫無阿彌陀佛 靈聖母 誠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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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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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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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